各位觀眾午安 歡迎收看股市權威 我是蔡佑達 台股今天上漲67點 收載16520 成交量為2192億元 所以周K出現了連二紅 但是台積電稍早開出來的9月份營收 卻是出現了月減年減的雙衰退 下個禮拜我們該如何因應呢 趕快來請教專家了 首先是永成國際投股陳薇良分析師 大家好 第二位是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旁邊上的觀察先來請教威廉老師 千萬向前衝 理財放輕鬆 歡迎跟著股市權威來掌握 截前 截後操作的重點 首先大盤的部分 今天收付月限 逼近半年限 不過台積電的月營收 卻為下個禮拜的行情投下了變數 但是重點是在於如何選個股 因為這個時間點 其實法人的資金 全部都跑到九月營收非常漂亮 大幅成長的公司 有哪些公司呢 待會你就知道 產業的部分 今天我們要來聊聊 包括AI 包括記憶體 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產業 為什麼在第四季都會影響到行情 而且都是您一定要掌握的產業焦點呢 待會也會告訴各位 當然很多標股在這邊一一地冒出頭了 所謂的做夢行情 像今年大家跟著我們一路 不管是操作或者是去觀察 像材料 像電影 這些標股我知道很多投資朋友都曾經擁有 但如果你沒有報到最後 那魏洋老師給各位一個 在劫後財富翻轉的機會 因為我們從材料KY 從電影投控這些翻倍標股當中 看到了一些標股特質 今天獨家教學 九字口訣教大家 怎麼去找下一個翻倍傳奇的故事 而這個故事一定是屬於你的 好 那在節目正式進行解盤之前 要請大家這個廉價不要吝嗇 看完影片一定要幫魏洋老師 按讚 訂閱 轉 分享 好 大盤指數今天的走勢 逐步的往半年線接近了 事實上隨著月均線的收復之後 我想上檔的壓力 其實也沒有那麼沉重 因為半年線其實就近在咫尺 那接著甚至如果要挑戰季線 或者是平行軌道的上緣壓力線 我覺得都不會太困難 但重點是在於 因為指數是用碎步盤間的方式 慢慢地往上墊高 所以如果你希望是看到 指數好像每天都要漲個100多點 200點你才有信心買股票的話 那其實很可能會錯過 標股逢低布局的機會 就是因為大盤走勢比較溫吞 那也許市場上還有很多投資朋友 信心還沒有完全地回融 所以成交量才會壓在這邊 2000多億 甚至不到2500億 那這個就代表現在的籌碼 其實還是相對乾淨的 每個人都知道 股票其實一定要反群眾心理 只是說真正來到市場實戰的時候 通常散戶就是少了一個 鼓舞你的信心 因為你沒有方向 所以都是要看到大盤漲了 個股飆了才敢買 結果最後的結果 都是跟你預期的相反 出手都是買在最高點 所以我認為9月營收 就是現階段決定你選股換股 一個非常重要的準則 像剛剛開場提到 台積電因為9月份的營收 月減年減呈現了 雙綠雙衰退的格局 這個說實在的不是很理想 我知道我們台灣有非常非常多 台積電的鐵粉股東 你當然希望聽一些好消息 不過我坦白說 因為台積電9月份的營收 在我們台幣大扁助攻的前提之下 還呈現月減 雖然它是有達到 它法說會的財測高標 可是我覺得這一張成績單 至少對我而言是不及格的 那外資會怎麼反應呢 我們就看下個禮拜 不過台積電你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就算下個禮拜 它有壓回的話 接下來10月19號下下週 它又有法說會 所以台積電 我想這裡還是相對安全的 低檔區了 雖然不至於說要大漲狂漲 但是你要它在大幅度下殺破底 這個風險應該也是微乎其微了 那回到牌面焦點當中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AI概念股裡面 首先2383台光電 繳出9月份營收 非常亮眼的成績單 月增率雙位數11.46% 年增率也是雙位數29.32% 逼近三成的正成長 單月份再創歷史新高 而且第三季的營收 季增年增率也都是高達兩成以上 也是刷新了單季新高 那台光電是這個五乳素 銅箔基板全球的龍頭 它其實一方面 當然跨入到AI伺服器 而且在這一塊 目前的領域當中來講的話 它的市占率高達6成 另外台光電也是跨入 蘋果的iPhone供應鏈 所以在雙利多題材加持之下 我們講9月份開始 本來就是AI實質的出貨開始放量時間 再加上蘋果的新機拉貨效應 所以它的業績當然就是非常好 股價今天雖然沒有太激情的反應 不過無所謂不影響 我們對它頗段上面的一些想法 我進一步希望帶各位來看看 怎麼選股 我們講到銅箔基板 市場上常講所謂的三雄 除了台光電還有6274台藥 還有6213聯帽 各位來看一下 剛好他們營收公告出來了 首先畫面當中各位所看到的 這個就是6274台藥 9月營收的表現 月增 年增都是正數的 可是你看它的月增率8.42 年增率0.60 是不是跟台光電比起來差了一截 台光電再講一次 月增11% 年增29% 所以你看看台藥的確還是有一個落差 我們再看一下 很多人說不然你買落後補漲的 6213聯帽 那聯帽呢 9月營收月增1.43 年增10.47 那我問各位同學 各位好朋友 如果有三匹賽馬在你前面 一匹跑最快 一匹追在後面 一匹氣喘續續有點落後 你要押飽 誰會贏在終點 你要押誰 這個道理就這麼簡單 所以為什麼要研究基本面 讓數字來帶領你做下理性的判斷 而不是情感上覺得說 台光電的股價比較高 台光電的股價漲幅比較大 那誰誰誰呢 好像位階比較低 比較落後 因為位階低的那個叫做呢 現在跑在第二名 第三名 甚至看不到車尾燈的嘛 那你為什麼不選最好的 所以產業呢 一定要注意誰是真正的龍頭 誰的受惠最大 那當然呢 產業的一些知識 專業 魏洋老師都會教大家 就像我們提到 在散熱的部分來看 那因為呢 從目前整個伺服器的規格改變之後 它的呢 散熱的功耗需求呢 也會持續的往上提升 像伺服器如果是EU 2U規格的時候 只要呢 採用熱管加VC的設計 就能夠處理散熱 因為呢 大概功耗呢 就250到300瓦左右 那進入到AI的時代 那現在呢 功耗已經呢 在A100的這個配置之下 會提高到400瓦 那到H100的時候呢 會在呢 幾乎接近倍增 來到700瓦 那你要知道 這個時候呢 傳統過去的散熱方法 就無法再支援了 所以現在呢 主流呢 是採用3DVC 那誰是這一塊 最大的領先者 受惠者 就是3017奇紅 所以我們在看 整個散熱股的時候呢 不是說 只要你有散熱相關的產品 全部呢 就把它混在一起 然後呢 當作選股的這個清單 然後呢 很多人就是呢 看著大漲的奇紅也好 雙紅也好 然後再去找其他 可能價格比較中低價的 或位階比較低的 很多散戶做股票邏輯就是這樣 但是呢 這不是正確的 你要知道 在AI的時代裡面 這每一種產品 它的技術規格都是越來越高 那生產難度越高 能做的廠商只會越來越少 所以以前散熱的公司 有五 六家 七 八家 不是說未來進入到AI散熱 這些全部都是AI的受惠股 不是 很多都必須被淘汰掉 那再者呢 你如果根本不是做伺服器散熱的 什麼汽車散熱的都拿出來用 那個根本就是呢 市場上亂放消息炒作題材 所以我們在目前散熱產業當中 其實主要還是呢 專注在奇紅跟雙紅 那這兩檔個股 我們採取的方式是輪流操作 按照呢 可能消息面的反應 股價的位階 籌碼的流向 那當然呢 以大架構來說 因為現在2023年第四季 主要還是就是3DVC為主 所以呢 奇紅會是優先 那至於說到明年走向呢 易冷或所謂水冷 那這個領域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雙紅的優勢會再更大一些 所以這是魏楊老師對這兩檔 個股的一些想法 那至於說其他的AI相關的股票 我們就靜待呢 下個禮拜廉假過後 他們公告營收 包含廣達 技嘉 微影等等 我們就看看呢 會不會有亮眼的表現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4763材料KY 材料KY呢 我們在今年2月份開始 在包含股市權威節目當中 包含了在很多財經訪談節目當中 魏楊老師都不斷深入的 跟各位去介紹分析這家公司 因為過去大家對它不熟悉 那其實材料KY在台灣來說 它是沒有族群性的 就所謂的孤門獨式 因為它主要的產品就是絲素 那絲素呢 它主要廣泛應用的領域 就是放在香菸的濾嘴 那二屋戰爭之後呢 因為很多國際的產能受到影響 所以導致缺貨之後開始漲價 那材料KY也接到一些新的訂單 轉單之後呢 那麼因為供不應求 所以提早規劃了新產能 那在去年到今年的3月4月 它都有私宿新產能開出來 然後同時呢 它也往上游去做整合 就是所謂的觸片還有觸桿 那在今年的6月份呢 它也有在觸片當中 新的產能開始貢獻業績 所以我們掌握到 它有新的訂單 它有新的產能之後 自然就反映在它的業績 其實是一路高漲 那股價到最後 它始終要反映的就是基本面 基本面越來越強 基本面越來越高 股價自然就越來越高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一句話 股票從哪裡漲上來不重要 重點是將來會漲到哪裡去 以前材料KY很長的時間 股價根本不到三位數 所以當它從七八十塊 漲到一百多的時候 有人覺得賺夠了 漲多了 獲利了結 接著它又繼續漲到兩百多 更多人在那裡就已經下車了 我在電視當中 今年二月份 第一次開始分析材料KY 帶領家族朋友正式切入材料KY的時候 我不瞞各位說 兩百多塊錢 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刻 兩百多塊買材料KY 在節目中講的時候 我曾經被酸民攻擊 說股價都已經從七十幾塊 翻了一倍漲上來 你現在才買 我被酸民笑 酸民說它早在兩百多塊 它是跟我對坐站在賣方 爽爽的大賺倍數出場 讓我們尊重 因為每一個人 對於操作的想法策略 是不一樣的 OK 沒有問題 但是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其實股票從哪裡漲上來不重要 重點是會漲到哪裡去 所以你看材料KY從兩百多塊 當時你覺得它漲多了 接著它漲到四百 再漲到八百 再漲到一千 你知道嗎 現在如果把材料KY還原全息 因為它本週有除全除息 我們把它還原之後 現在的價位大概在一千三了 再勇創歷史新高 所以不論你買在哪裡的人 理論上報到今天 全部都賺錢 當然買越多賺越多 當然買越低越早 也是賺越多 所以這個就是做股票 你要回到一個核心思想 不是它漲了多少 也不是它絕對的價格 現在是二位數還是三位數 重點是你知不知道 它未來EPS到底有多強的爆發力 那材料KY公告九月營收 再創歷史新高 從今年一月到九月 它每個月營收 全部創歷史新高 請問全台灣一千七百多檔 上市歸公司 你能不能告訴我 除了材料KY 誰一月到九月 每個月全部創歷史新高 而且它在第二季的毛利率 已經衝破60% 說實在 即便我這麼認真這麼努力 放眼全台灣的股票 沒有一家公司 毛利率有六成以上 而且連續九個月 營收創歷史新高 所以當然它的股價 高點就不會在這邊 畫上休止符 回頭你去看看 在今年 當它在八月份 股價拉回到743的時候 魏洋老師在東森財經 兩點鐘股市權威節目 就在今年八月份 跟大家相見歡的 材料KY算是 我認識你們之後 所帶來的第一檔禮物 重量級的禮物 當時它743 我就告訴你 它要追過川湖 它要超過亞德克 它要筆尖 6409的續准 而現在一步一步 正在實現當中了 好 我認識你們之後 帶給你們的 第二個重磅級的禮物 就是3715 電影投控 市場上很多人都知道它 市場上很多人都在講它 市場上也很多人 都曾經買過它 但是恐怕 早已被跌停板 長黑K 甩轎洗出場了 那為什麼抱不住 我就不多說了 道理是一樣的 如果你動不動 覺得一檔股票 因為漲多了 所以太危險了 如果一檔股票 你根本不知道 它今年EPS 明年EPS 它的成長幅度 它的本益比怎麼算 它的毛利益趨勢 這些你通通都不知道 你只知道說 我只知道 電影從30幾塊漲上來 這樣起太多了 那你當然呢 心裡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動不動它一根黑K出現 你就會覺得該跑了 因為主力下車出貨了 所以很多人在 四五十塊就跑了 那就一路看著它 六七十塊 八十九十 今天再刷新歷史新天價 94.7 幾乎要漲停板 所以薇洋老師 特別喜歡 當然也特別擅長 就是做這種 能夠讓你大賺翻倍的股票 你不但輕鬆 而且還能夠有 實質財富翻轉的力道 那當然重點就在於 過去你不敢買 不敢押 不敢抱 都是因為 你只有一個人 單打獨鬥 現在開始 立刻跟上我的腳步 下個禮拜 最後一次 買進的召集令 最後通知 我們有一檔 三字頭的股票 我的目標不是趴數 就這麼直接 我看倍數的 如果你有興趣 不要猶豫 直接來電就可以了 或者是廣告時間 加入LINE之後 私訊 那麼小老鼠 STOCK888 你準備好了嗎 atstock888 我們休息一下 好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議 廣告回來 繼續請威良老師 幫大家分析 歡迎您回到股市權威 再把時間交給威良老師 接下來我們來聊一下 關於記憶體產業 講了很多次 這是一個標準的景氣循環產業 去年開始景氣一路往下 今年持續的去化庫存 那麼就現階段來看 國際的記憶體原廠 目前的庫存天數 大概已經下滑到 差不多176天 相較於過去5年的平均值123天 當然還沒有說 完完全全的回到一個 健康的水準 但是產業很明確的是 往改善的方向前進 我們知道整個記憶體產業 因為是屬於寡占市場 所以在景氣不好的時候 會先從國際的大廠 像美光三星 或者說像海力士 帶頭減產之後 先讓產業的秩序穩定了 接下來如果伴隨 中端應用市場的需求復甦 其實就會開始出現漲價循環 在我們國內的記憶體 相關公司裡面 威剛董事長陳立白 他其實是算是這個產業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風向球 你要說他像是記憶體的教父 其實也不為過 就是很多的法人操板機構 其實都會關注 陳立白對於景氣的看法 還有威剛的動作 因為威剛就是模組的大廠龍頭 當他認為景氣 往未來的一劑兩劑看的時候 他會開始先去建立庫存 你在市場還沒有漲價的時候 所買進來的 這個就叫做便宜的低價庫存 等到確認漲價啟動之後 這中間的價差利潤就拉大了 所以他們其實在營收 尤其是獲利這個部分 在跳增上去的那個力道 是非常強的 大廠是更為明顯 所以我們跟各位分享過這張表格 你要看看到底誰的存貨股本比高 這個比率越高 就是接下來在漲價的循環啟動之後 它的營收尤其是獲利 跳增的動能會特別的強勁 我們甚至可以看到光是從8月 8月份 不是9月 因為9月還沒有全部公佈出來 我們光看8月份的營收就知道 你看像群聯已經出現17%的月增率 十全也出現了42%的月增率 威剛則出現了30%的月增率 都非常的強 而且他們的存貨股本比都很高 除此之外我們當然還要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位階 景氣要從谷底走出隧道看到曙光 看一下位階的部分 首先這是美光的周K線圖 是不是在低檔打底之後開始墊高 距離前波的高峰還非常遠 我們再看一下8299群聯 其實也有空間 3260威剛也不錯 再往下來看一下3006金豪科 前一波高點股價可是在213 所以說雖然金豪科 8月的營收復甦的比較慢 還是雙率雙減 可是因為它的存貨股本比也高 再加上距離前波景氣高點的時候 非常的遙遠 所以說如果你要買龍頭的話 我認為現在法輪已經全力鎖定的威剛 這個基本上你就是拉回找買點 你可以長線保護短線 基本持股 波段持股 續爆 短線如果急漲的時候 你可以如果張數比較多 做一點價差調節 另外來看的話3006金豪科 那你不要看說短線上面怎麼好像也漲了一段 但事實上我剛剛跟各位講 你從周K線的角度來看 非常的低檔 這是大底 所以以記憶體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裡應該就是產業拐點明確的開始了 因為第四季DRAM跟Netflix都會漲價 所以做股票 當然有很多很多賺錢的模式 景氣循環股 你就是要看得懂供需追蹤報價 留意未接 然後從裡面挑出復甦力道最強的 當然到第四季 大家會開始討論2024年誰的爆發力強 你要知道買到那種業績會飆漲的公司 股價自然都是翻倍計算 那我今天就是要教大家九字訣 新訂單 新產能 新團隊 2024年誰的股價會翻倍 你就謹記這九字口訣 未來當你看電視 報紙 雜誌 注意誰有新訂單 新產能 新團隊 就像電影為什麼股價會大漲 因為它拿到特斯拉的新訂單 材料為什麼股價會大漲翻倍 因為它有新產能 所以讓它營收獲利噴翻了 新團隊這個就是重點 我們現在有一檔低價位的小標股 可是未來我的目標不只是%數 我要的就是帶你賺倍數 三十幾塊錢 成交量夠大 小資族想要買個幾張 也有翻倍的資格 那麼如果你資金大 你希望能夠重壓沒有問題 因為它的成交量非常的足夠 那重點是在於新團隊入主之後 我認為這家公司 在中長期的潛力當中 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 那當然你沒有買到材料 你沒有在第一時間掌握電影的人 現在直接來電 或者是加入LINE之後 私訊詢問我們 歡迎大家跟著魏洋老師的腳步 選前肇事標股國家隊 趁勢朱祺 小老鼠ST OCK888 等你來電 來訊喔 祝大家操作順心 好 最後提醒觀眾朋友們 本公司與所推介 分析之各別有家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客人應該要獨立判斷 省省評估並且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 我們再會 字幕詞 李宗盛 作詞 李宗盛 使你